早上起床 這裡透那裡也不舒服 小心 這些症狀 可能會要你命啊 要命的來了 黑暗哥有強健的體魄 應該沒有這些問題吧 還是會有 就是現在的年紀 也笨40了嘛 笨 笨 對 就是我現在38 39這樣 會保養... 我不想要聽... 其實...沒有 不好意思 不要聽再多講兩句 你不覺得我在旁邊 你再講年紀大沒禮貌嗎 沒有 我跟他是同年的 你感覺得出來嗎 對 真的是這樣耶 我們上次不是多拍一張 你自己發一個說相見恨晚 是你發的 是你發的 人家想我怎麼發這種 老師不會... 老師不會玩Instagram你知道嗎 對 他最近開始玩Instagram 他以為我發的 叫Ruby She 我忘記叫什麼 Ruby She English 英文 Instagram要追蹤 對 他教我怎麼弄 老師說怎麼玩 然後我說你可以Tag我 對 然後我就用他手 手機他就讓我操作 我們就拍一張 對 我就拍一張 然後又用他的手機發一張 相見恨晚 點點點 好看耶 然後旁邊下面留言會開始 趕快上去括號幫他改的時候 黑人偷流的 沒有啦 同年... 我覺得越來越會了 就是身體有一些 很難起床也好 或者是那裡痠痛 這裡痠痛 還是會 對 因為我是上來這樣子自己 以前 我一直是健康寶寶 身體非常好 所以我工作非常操勞 我也不以為意 現在會不會 現在發現體力還是有差 會賴床 會 剛好不是尿床 還是妳不知道 事實上貼心到換床單 賴床 太貼心有沒有 所以我真的發現 健康還是要自己顧 這要顧 要 妳身體發出一些訊號 其實這就是 開始身體有變化 是啊 我之前不是說 我後來才發現 我有一個毛病嗎 就是我睡覺的時候腳要 神經病 不是 我睡覺都翹腳 祭奠 對 我都翹腳 然後兩隻手這樣子 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 這樣算不會痠嗎 痠 年輕的時候不會痠 現在年紀大了 妳是這樣 對 兩隻手這樣 然後腳這樣 我想 所以我醒來的時候 重點不是正睡 他是側著 大學校園那樣 你知道真的厲害 著地的 膝蓋跟手指這樣閉著 就看到那種 是羅漢睡覺 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醒來以後 時尚後來變性重 這樣 所以我醒來以後 兩隻手都好痠 因為這姿勢其實是不舒服 從小就這樣嗎 我相信我從小就這樣 年輕的時候也是這樣 可是以前身體好 沒有感覺 現在就會腰痠 而且我相信這肌嘴是側腕的 因為整晚都是 因為妳整晚這樣病就 對 所以怎麼辦呢 是不是 所以今天要告訴大家 起床以後 如果有各種病痛 搞不好是大病早上門 歡迎四位來賓 首先第一位 超注重養生的 辣媽人群一皓然 大家好 我是一皓然 為什麼我每天都要睡 九個鐘頭 可是還是很累呢 難道我生病了嗎 歡迎 歡迎 接下來歡迎很注重健康的 甜姐兒 韋汝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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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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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先看哪些症狀 首先第一個是 孫受其害 因為我有某一任前男友 他就是 就是嘴巴很臭那種 然後他是 臭到那個睡覺睡睡 如果口水流出來 自己還會臭行 因為那個味道會在那邊散發 然後是你在旁邊的人聞 你就會知道他是那種火氣很大的 那種 乾火旺 就是那種酸酸 然後又臭臭的那個味道 OK 然後他有真的受不了 就有叫他改變他的生活習慣 吃清淡一點 或是就按時定時的刷牙 但是還是沒有改善 然後就讓我很痛苦到 比如睡覺的時候 旁邊一定要隔一個枕頭 或是娃娃 阻隔他那個臭氣這樣熏過來 不然我真的沒辦法睡 太痛苦了 後來也是因為這樣分手嗎 也不是啦 我這個我是真愛 所以就後來因為別的事情 真愛 沒有 比較老公開一次 我講錯了 我講錯了沒有 不是因為這種小事 對 怎麼講都覺得怪怪 對 我覺得通常早上因為一天沒有 一個晚上沒有吃東西 沒有喝水 難免味道都會不好 可是我發現就是 有些男生 不是 這樣講有些男生好像我跟很多人 對 你一方面要顧及老公的尊嚴 二方面又要覺得自己沒有那麼 亂 對 有一個男生 所以最好 有一個男 最好只好決定犧牲老公 對 對 一人總比千人好嘛 對不對 沒有我真的只教我老公一個 真的你會發現 可能他那半個月工作特別忙的時候 特別累 然後又晚睡的時候 就是味道特別重 而且我老公又是那種 他會打呼 他打呼就不是只有皮子 他嘴巴會吐氣 照夫妻有時候這樣睡到早上 然後他是這樣 吸的時候是鼻子嘛 然後出的時候是這樣 而且跟你面對面那樣 你側一邊 他側你這邊 不是 因為有時候你一直側外面 側久了會痠嘛 然後過來的時候 他剛好也過來 然後這樣 然後就整個氣就往你鼻子吹 所以我突然就 會噁心 我就會 沒有 我會把那個 我會把棉被做一個防火牆 跟他一樣 對 可是只有在勞累的時候 才會這樣 就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OK 是不是我們說火氣大呢 可能有什麼病 口腔癌胃癌 這樣不嚴重 這太嚴重了吧 陳醫師這是你給的答案嗎 對 這其實是在 嚴重的情況之下的話 你如果是長期沒有所謂的說 一定是很累的時候 或者是一陣一陣的 你就是一直都是有這種 口臭口苦的一個感覺 腐爛味 對 而且這個味道 是一直持續 而且越來越嚴重的話 你要去特別去注意一下 我們以前真的在急診室 是遇到的 他就是來治療 本來是治療口臭 可是他的口臭再怎麼檢查 後來我們覺得說 會不會是有膽道 或其他的一個地方有問題 結果就做一個胃鏡下去 才發現他其實是胃癌默契 對 他在裡面其實就出現 已經有腐爛的一個味道出來了 因為他裡面都爛掉了 對 裡面開始在腐爛 因為腫瘤其實到比較後期 他那個糜爛的話 真的是有味道 像有些女生 如果他是子宮頸癌 比較末期 醫生說他們其實走進去 他們都聞得到 對 子宮會從嘴巴 不是嘴巴 是從別的地方 是 但我要講說 除了胃癌之外 之前 其實這個真的大家要注意 很多人都覺得口臭口骨 就是火氣大等於 可是真的如果是長時間存在 真的不能輕忽 之前有一個男生 他才30幾歲的上班族 他就是常常會有覺得口臭 然後他的口臭 還有時候口腔會有點潰瘍 因為他覺得說 嘴巴 嘴巴 嘴吵 一定是火氣大 這很典型 所以他通常都 隨便買個什麼西瓜霜 或什麼就塗了 後來他的口臭 是要臭到什麼地步 是因為旁邊的人 不只是女朋友受不了 是旁邊的人都覺得你 口氣也太重了吧 所以他都會噴很重的 那種骨隆水 身上就噴很多骨隆水 想說這樣可以遮臭 就那種香臭加在一起 就更噁心 你知道嗎 後來他女朋友受不了說 你一定要去看醫生 以為你這臭的實在太不尋常 後來去看 根本醫生也不用用胃鏡看 他打開那個牙科醫師一看 就發現他裡面的那個潰瘍 那個嘴巴破 不是尋常的潰瘍 然後抓了去做切片檢查 他是口腔癌 他其實長期那個嘴巴的傷口 都不會癒合 所以那邊其實是一個 癌症的病變 可是他一直以為自己會有氣大 所以口臭 所以他去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是口腔癌了 所以長期都沒有好的口臭 一定有問題 那沈醫師 怎麼分辨是火氣大 或真的病變呢 其實我們就要了解說 你在這個部分的口臭 或者是嘴巴苦的一個味道 是持續性的 還是偶爾出現的 如果你是持續性的話 而且旁邊的人都覺得 太誇張了 不是只有在睡覺的時候 可能一整天 都還是有這個味道的時候 要特別去注意 好 第二種症狀是什麼 頭昏頭暈臉部潮紅 這是什麼情形 羞 羞 怎麼臉部潮紅 因為像我有一陣子工作壓力很大 我只要一起床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頭很暈 而且暈到就是我站在 我沒有辦法直立站著 我會覺得我的世界是傾斜一邊的 然後會有點想吐 可是我去檢查 都沒有檢查出任何的問題 可是我就一直這樣長達三個月 世界就是歪一邊 然後走路會有點不太正常 可是檢查都沒有任何問題 就不知道哪裡出的問題 心態不正 世界是歪的 真的嗎 因為我有一陣子就是會這樣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我平血 平血然後就會有長輩就跟你說 你要多吃牛肉 牛肉可以補血 所以我那一陣子就是狂吃牛肉 然後愛吃牛排 然後我發現就是每次吃肉 吃太多的時候 我第一天早上起來 頭會有點暈眩 我後來是去捐血 我捐血捐到一半 血一度凝固了 塞了 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護士還說 玉蕭姐妳的血凝固了 她一直一直 她一直滑我 太油了是不是 我不知道她一直滑我的手 她如果說凝固的話 那一包捐了一半的血 就不能用了 那我又不敢去看醫生 不知道是不是 最近的事嗎 最近的事嗎 就是去年 那妳現在還暈嗎 現在不會了 所以我不知道那個時候 為什麼會突然這樣暈 然後血會凝固 這個其實我們還滿怕的 因為這種變成血液 太濃稠的人的話 她很容易就是出現 中風的一個問題 因為都是太濃稠 而且有時候是脫水 嚴重脫水的時候 也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如果你真的是血液 容易凝固的人 還是要趕快去就醫 不要說等了去不理她 真的要注意一下 那會不會是我那陣子 我吃太多紅肉呢 紅肉也會 因為那時候的膽固醇的 那個脂肪的量 也會變得比較多 讓整個血液 會變得更濃稠 像我跟皓然姐很像 就是我是偶爾 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眼前這樣白白的 然後你會感覺到 你的腦部這中間會 這樣 然後你醒來大概要停 那個10秒左右 才會開始清醒 就一切又正常了 可是隔天早上起床 還是一樣 或者是有時候 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就很奇怪 整身都是發熱的 然後臉部就會紅紅的 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是更年 真的假的 這麼早就來了 這麼早就來了 還30歲 可是只有早上 也不是說一天到晚 24小時 就真的只有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這樣 這是什麼症狀 OK 好 有可能是什麼情形呢 中風 真的假的 其實這是很多 中風的一些前兆的一個症狀 我們中風的定義 大家要稍微了解 大家都覺得說 中風好像是血管塞住的一個問題 血管塞住是中風的原因之一 中風的定義其實就是 只要腦部沒有收到該有的血液 就叫中風 所以你可能是血壓太低 或者是你有脫水的情況 它的血液沒辦法打到腦部的話 也會導致中風 腦部弄不到 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出血 就是管路沒有辦法把那個血液 送到腦部去 因為破掉或者是露出來 所以腦部也會出現中風 所以中風有這麼多的意思 很多在這個睡覺期 會出現這同一是因為 嚴重的脫水的問題 就是水分其實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蒸發掉非常的多 尤其是你睡覺睡到嘴巴都是張開的 然後那個空氣 或者外面真的比較乾燥的話 都會睡到整個嘴巴乾乾的 整個嚴重的一個脫水的情況 如果您有慢性疾病三高的人的話 往往在這個時候 在清晨的時候 很容易就出現中風的症狀 而且那些中風症狀 有時候是暫時性的中風 它可能在檢查的過程中 沒有辦法檢查得出來 像Apple剛才講的 它可能的症狀上面 真的有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可是它在檢查上面 沒有辦法在影像學裡面 看到所謂的一個問題 這個暫時性的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趕快去做處理 因為暫時性的中風 沒有去處理的話 未來產生大型的中風的機率 比一般人還要來得高 像如果預防缺水的話 是不是睡覺旁邊擺一杯水 對 那是最好的 我都這樣 妳都這樣 就有一次把我的手機弄壞了 妳把手機拿起來就放到水 有一次iPhone就是這樣死掉 妳就把它浸泡 對 講話 然後也不知道浸泡一整晚 可是我真的習慣就是旁邊一杯水 有時候覺得渴 我就喝一下 就是擺涼 反正我有點可行 來喝一下去去水 有擺嗎這樣 有 這樣有用吧 有 因為妳其實在睡眠當中 妳的體液還是持續在徵散 所以妳的血液是在濃縮當中 所以連妳的身體都會自救 為什麼它讓妳不要尿尿 就是用抗利尿激素 就是一直回收這些液體在用 所以妳睡越久 它越濃縮的情況之下 尤其之前有一個13國的聯合研究 才發現 就是說人體如果說 我們最喜歡的溫度 是在25到30度之間 一旦溫度低於15度以下 這個相關的死亡 大概以台灣來講 一年會有將近7000人 是因為死於當15度以下的低溫 會引發妳的相關疾病 其中之一就是輕陰性的 包括腦中風或者是心肌梗塞 這個很常 就是因為妳早上起來 突然很冷 然後那個血液又很濃稠 它一縮 然後裡面的可能收縮堵住了 或收縮下 裡面的那個斑塊掉下來 就塞住了 所以真的很可能 可是剛才Apple講的那種 有可能有些也是一種 眩暈的症狀 那眩暈的症狀有很多種 沒有關係 就是如果 到底是誰這麼大膽 敢公然霸凌徐薇老師 所以如果你偶爾不實症 尤其你是一個 有了一定年紀的人 那可能在某些的 比較快的動作 好多 你用鏡頭出來 小達克子 照我 照我就好 什麼事情我還好 我被罵了 你今天要看面子 我被罵了 為了你要下一個鏡頭 鏡頭是沒有 對 真的要特別留心 如果出現這種 OK